好 我們現在就要看潛水艇 潛水艇 右邊要塗的上面是潛水艇浮在水上的時候 那個紅色的就是它排開椅的體積 這個時候呢 它後來會沉下去 潛水艇靠什麼浮起來沉下去 它裡面有個壓縮空氣 有個壓縮空氣的空艙 如果它要浮起來 那裡面就是空氣 所以重量就會比較小 那如果它要沉下去 你把空氣收起來 把海水吸進來 那重量就會增加 所以它要沉下去了 所以上面是浮起來 只有排開這麼多 下面是沉下去有排開這麼多 所以呢 你就會曉得 我現在是浮起來 只有部分排開 所以浮力會比較小 然後呢 我如果 沉下去就排開全部 所以浮力就會比較大 我在說什麼消費啊 沉下去浮起來 浮起來浮起來浮起來比較小 浮力小會浮起來 浮起來浮起來會沉下去什麼話 怎麼會這樣 因為重量不一樣 因為重量不一樣 剛才講話把海水吸進來跟排出去 它重量不一樣 重量不一樣 為什麼浮力變大了還會沉下去 因為它海水吸進 它重量變大 重量變大 所以前跟後的重量是不一樣的 那麼可以從圖上可以看出來 浮起來的時候 因為浮起來的時候 它整個都包起來了嘛 剛剛前幾天都沒有 都整個包起來 整個蜜蜂的嘛 蜜蜂的 所以 浮起來的時候 排開少 沉下去的時候 排開多 因為重量不一樣 這邊就有一個 教育部的動畫 這個動畫上面寫了一大堆都是錯的 第一句 浮在水面上的時候 水壓等於氣壓 這句話不重要 而且怪怪的 不重要 後一句對的 浮力會等於挺重 因為浮體嘛 浮力等於傳重 然後沉下去 沉下去的時候呢 會把空氣排出 收起來 對 吸進海水 對 降低浮力 錯 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是真的增加的 增加的 那麼重力會 因為船變重了 所以重力大於浮力就 沉下去 這是對的 然後如果完全沉下去 停在海水中的任何一點 表示浮力跟傳重 一樣 這個算對的 算對的 然後把它浮起來 浮起來的時候 壓縮空氣把海水趕走 對 這句話對 所以 空氣的 空氣的重量增加 對 因為我 對那個原來的空艙而言 我多了空氣 你可以說空氣的量變多 重量 可是 對於船而言 重量是怎樣 重量是減少 整個船的重量是變少 海水被趕走 因為重量變小 所以就會怎樣 浮起來了 所以 因為浮起來了 排開變少 所以浮力是怎樣 減少 他寫浮力增加是 錯 很可能錯 他就浮起來了 所以 這個教育部的動畫 錯了一大堆 錯了一大堆 但是沒關係 我們隊就好 我們的觀念正確就好 最後是潛水艇 好 所以潛水艇跟輪船不一樣 輪船是沉下去的時候 浮力會變小 潛水艇是沉下去的時候 然後浮力會變大 為什麼沉下去 反而浮力會大 因為重量不一樣 因為重量不一樣 OK 所以這一題 請問你 誰對 請問你這一題誰對 這個敘述誰是對 停車戰界問 這個敘述誰是對 帥哥男 五帥哥男 五帥哥男 三一 三十一號 三十一號 帥哥男 你選誰啊 你選誰啊 你說啥 H喔 很厲害 比一海厲害 對快點啦 五四三二一 C 你選C 你選C 潛水艇往下潛的時候 排開體積變多了 所以浮力會變大 因為浮力就是排開液體體積乘液體密度 所以浮力會變大 所以A是錯 那麼 在地球表面 大家都有受地心引力的作用 所以C也是錯 然後呢 液體壓力是跟深度有關 P的HXD嘛 深度越深壓力就越大 所以豬也是錯 所以只剩下 我們 如果我已經在海水裡了 那麼我不管我的是深還是潛 我都是排開全部的體積 所以我的排開體積不變 所以我的浮力也會不變 所以答案B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B 這又是有關於潛水艇的部分 請各位觀念上要理解 為什麼輪船是這樣 為什麼潛水艇是那樣 觀念要清楚 OK嗎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請客人練習